台東勢力綜合佇地院 所興建在東京諾美的北層區京東裏 首項由市長雷貴邱和市長部 以市議會代表已在東省的高速聯合上升 然後由市長扶持了破圖 暫至四間三百坪總工程費 八百多萬元的勢力綜合佇地院 已定六個月推薦完成 六個分兩百月 婦女教養所、秘密所和辦公公社等 並且為了遷合中央社會私立特施 而公正的勢力綜合佇地院 第一期公開人馬三百位 公主家人的老人和婦女